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禁诸在耶利米苏 46章1到12节 那么从46章到51章 就是对列国的神谕 就是对列国的预言 所以有人把45章 把它当成是46到51章的引言 因为他对把路所讲的是说 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 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处 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所以也暗示了在接下来 所以八路在编排的时候 很显然他刻意把它放在这里 因为44章是流亡给埃及的信息 那45章又回到约亚境第四年 所以显然这是刻意的安排 45章作为一个 呈先起后的一个章节 那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行什么呢 建立的要拆毁 栽植的必拔处 所以这等于也是一个宣告 上帝是全地的神 那么46章的背景 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 在加吉米斯的这个战役 第一节 耶和华论列国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尼 这一句话在当时候来讲 对很多甚至包含犹大人 埃及人 他们都是很难听下去的 因为在当时候的观念里面 认为每一个国家背后有一个神 所以菲利士人有菲利士人的神 摩亚有摩亚的神 亚树有亚树的神 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 所以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征战 他们会认为是背后的 所谓的神明与神明的征战 可是在这里 好像耶和华是不是越界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观念 这个神是区域性的 埃及的神就管埃及 菲利士的神就管菲利士 但是耶和华居然要对列国来说话 好像是对列国有权柄 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宣告 宣告说上帝才是掌管全地 真正的独一的真神 其他都是假神 其他都是有限的 那么从他所宣告的预言内容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他的神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第二节应当是一个补充的背景 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 这军队安营在优法拉底河的加基米士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经第四年所打败的 现在所要讲的这个是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 这时候安营在优法拉底河 加基米士在优法拉底河的北边 我们会附上地图 大家在留意来看 就是我讲的那个背景 亚述帝国首都已经被攻陷 所以往西边来逃 这时候埃及是他的同盟国 跟亚述一起要来对抗 就是大军集结在加基米士 要来对抗巴比伦大军 这一场战役就决定了 后来巴比伦帝国会成为当时候最强大的帝国 这里说到说 军队安营在加基米士 那么在第四年 巴比伦王就打败 可是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 还没有打 还聚集在加基米士的时候 所以是在那之前 上帝就发了一个预言 预言什么呢 预言埃及要打败了 要失败了 第三节 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 往前上阵 你们套上车 骑上马 顶盔站立 磨枪冠甲 磨枪就是插量他们的枪 冠甲就是穿上盔甲 大小盾牌 小盾牌是手里可以拿着的 大盾牌比较是一个利牌 就是在部队有一些正事 或者是要抵挡这个弓箭 或者人家投掷的毛枪等等 有一些人 他是两个人一组 有一个人拿了这个大盾牌 在前方 后面的士兵是来打仗 意思是说 要预备全副的军装 准备来打仗 其实这整个预言充满了讽刺 第四节这里说 套上车骑上马 埃及会用这个马托战车 这个是从他们的壁画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可是呢 在所有当时候埃及的壁画里面 埃及是没有寄兵的 他们不会有士兵骑马打仗 但是亚述有 巴比伦应当也有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点讽刺 说你们套上车骑上马 但是埃及其实根本不会骑马 那看起来是全副武装 可是第五节 我为何看见他们金黄转身退后呢 这个我就是上帝 就说 不是全副军装准备打仗吗 套上车骑上马 顶盔战力 磨枪灌甲吗 怎么会金黄转身退后呢 他们的勇士打败 急忙逃跑 并不回头 惊吓四围都有 惊吓四围都有 就是他的周围充满着恐惧 就是整个战场上充满着疏杀 充满着害怕 他们的勇士呢 头也不回的狂奔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不要容快跑的逃避 不要容勇士逃脱 这个小字是说 快跑的也不能够逃避 勇士也不能逃脱 他们在北方优法拉底河边 半叠扑岛 在打仗之前 上帝已经透过 限制耶利米传讲了 埃及会全然的失败 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全副军装 看起来好像各样的武器精良 但是用一个讽刺的表达 哎呀我怎么看见 他们不是要打仗 怎么现在是转身退后呢 金黄逃跑呢 第七节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 第七节好像就是说 好像在问说 很厉害的 有一个很厉害的 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 我们知道埃及有尼罗河 尼罗河在不同的季节 当他涨潮的时候 涨意的时候 在他们的雨季 这个尼罗河会涨意蔓延 所以他四边的这个土地 都要被淹没 所以第八节好像一个回答 埃及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的水翻腾 也就是埃及很厉害了 他说就是埃及王的法老尼哥 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我要毁灭成意和其中的居民 法老他自己说 他就像尼罗河一样 当他涨意出来的时候 所有都要被他淹没了 那他也要这样子来遮盖遍地 毁灭成意和其中的居民 第九节 马匹上去吧 车辆即行吧 勇士就是手拿着盾牌的古诗人 和夫人 并拉宫的路德族都出去吧 因为尼哥他说 我要毁灭成意和其中的居民 所以他就呼吁马匹车辆勇士 这里勇士包含了 佣兵 这些佣兵是古诗人 夫人路德族 好像各样的精良的战士 跟军备 都上去吧 都出去吧 但是呢 第十节是一个讽刺 看起来好像是大张威士 好像尼罗河涨发 可是第十节很讽刺 那日是主 万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在这个法老王尼哥说 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毁灭成意和其中居民的那个时候 上帝说 那正是我要报仇的日子 要向敌人报仇 刀剑必吞吃得饱 饮血饮足 因为足万君之耶和华 在北方优法拉底河边 有献祭的事 这是在说 这场战役 埃及会 大军会败亡 这个败亡被屠杀 好像要献祭宰杀生祭一样 埃及王尼哥他很骄傲的说 他的大军要遮盖地面 要毁灭成意跟居民的时候 上帝却说 那一日刚好是我要报仇的日子 十一节 埃及的名 可以上激烈取乳香去 你虽多服良药 总是突然不得知 上帝对埃及说 你可以去激烈取乳香 乳香就是一种药可以止痛 你虽然多服良药 你是治不好 等于意思是说伤得很重 他本来要毁灭成意和其中的居民 在第八节 可是十二节却说 列国听见你的羞辱 他本来说 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十二节却说 遍地满了你的哀神 遮盖遍地的不是你的大军 遮盖遍地的是你的哀神 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 就是形容他们的战士 勇士拜逃惊慌 甚至撞在一起一起跌倒 这是一个图像语言 勇士应当是勇敢地站着面对敌人 然后勇敢杀敌 可是现在不是 你会看到好像一个很滑稽的画面 好像勇士 可是却是往后跑 往后跑也乱了章法 很害怕 然后撞在一起 然后一起跌倒 也就是说 完全的挫败 在明星也整个溃散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整段的经文 虽然这个是对埃及的一个预言 或者对埃及的一个审判 不过这个信息主要是要讲给谁听 当然也盼望埃及能够听得到 不过这个从头到尾并没有呼吁埃及悔改 这里只是单纯传讲一个审判的信息 所以很显然最主要还是要给当时候的犹大人听 要告诉这些犹大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在约亚敬那个时候 整个国家他们一直在想的就是要投靠埃及 继续投靠埃及 可是神已经很清楚借着耶利米告诉犹大的百姓说 巴比伦是他的仆人 是他兴起的一个审判的工具 耶利米所传讲的兴起是要投降巴比伦 要扶在神的管教里面 所以这个要去投靠埃及就变成一个逃避神管教 或者抵挡神心意的一个举动 所以在这里特别上帝又借着耶利米 在埃及跟亚述大军集结在加基米斯的这个时候呢 给了有大百姓关于埃及的这个预言 那这个预言所讲的就是说 埃及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看起来好像装备很精良 但是呢整个一到十二节 我们看到上帝是用很嘲讽的语气在讲 事实上在当时候埃及也算是很强的国家 可是呢在上帝的审判里面 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这么强大的国家是全然的不堪一击啊 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逃离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个信息主要还是要告诉犹大人说 你们以为投靠埃及就可以免去逃避我的审判吗 就可以避开我的旨意吗 不是的 我是全地的主 就连埃及 在我的旨意 在我的心意面前 也是全然不堪一击 特别前面讲到马匹上去吧 车辆即行吧 埃及说我要毁灭成一河其中的居民 一个讽刺 你们都上去都上去 好像整装待发 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狂傲 然后第十节上帝说 那日是万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你们带着精良的你们的骄傲上战场吧 但是就是那一日我要报仇 在西元前609年 法老尼哥杀了约西亚王的这个事件 所以这个是要告诉犹大的百姓说 你们不要投靠错人 犹大人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晓得 他们搞不清楚 他们应该倚靠的是谁 他们就是倚靠自己的判断 就是倚靠自己的评估 可是上帝在这场大战 我说这场大战就决定了 后来世界的霸主就是巴比尔 我想上帝传讲这个 要耶利米传讲这个信息 主要的心意是 当这个战役结束后 是不是可以让一些有大人改变心意 他们是不是可以受警戒 他们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哎呀真的 埃及是不可靠的 然后愿意回头来倚靠上帝呢 但是显然犹大人仍然执迷不悟 仍然一心想着 巴望着逃到埃及去 甚至最后我们看到 连耶利米跟巴露 都路到埃及去了 求神帮助我们 也不像这群犹大人一样 这样的玩梗 这样的悖逆 那另外我想我们也要再讲一下 就是说在第一节 我们已经有提到 耶和华论列国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 上帝是全地的神 我们也已经谈到 当时候各国都有各国的神 所以在有大人的观念里面 会认为这个神是有区域性的 但是一开始就开中民意 耶和华论列国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 上帝是掌管全地的神 再强的国家 当时候的加基米斯战役 是埃及跟亚述联军 对抗巴比伦 所以是等于世界上最强的几个国家的一个战役 而上帝对埃及发出审判 但是我们往后看会看到 上帝对巴比伦发出审判 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在上帝眼中完全都不堪一击 我想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现在在台湾或者整个世界的局势 我想我们应当要起来看清楚上帝的作为 我要表达是说 也许我们有不同的政治的立场 政治的看法 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让神的国 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的这个身份 必须强过我们在地上 不管是支持哪一个政权 或者支持哪一个国家 天国必须更具体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时候我们常常开玩笑 说收到账单 账单上的数字 我们可能都更有感觉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看到账单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哇我怎么要花这个钱 我们看到账单是很有感觉 可是我们说神的国 我们是天国的百姓 天国的子民 有时候对我们好像 没有那个具体的感受跟感觉 我要表达的是 在这个世代 全世界的国家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我们需要去了解 需要去明白 但是我们必须让神的国 是更具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有不同的政治的看法立场 无所谓 但是神的子民 神的百姓 我们必须看重神的国 胜过你的政党的立场 胜过在世界你所支持的这个国家 我们最大的依靠 不是哪一个政党或国家 而必须是神的国 所以神的儿女 如果当我们明白神是全地的王 我们应当要起来寻求明白上帝的工作 上帝在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上帝在那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上帝在世界正在做什么呢 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心意 因为我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会 按着自己的想法 要上帝按着我们的政治立场来support我们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政治立场 而是说我们必须 必须最大的依靠是神的国 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者哪一个国家 第一个我们明白神的工作 我们要配合跟上 第二个我们要更用力的 更大的祷告 呼求神的国降临 神的治理领导 领导我们个人 领导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职场 领导我们的国家 我想这才是我们优先应当考量的 没有错我们应当参与在公共的议题上面 我们应当参与在世界局势 我们要分辨要去理解 但是我们最终是神国的百姓 我们要呼求神的国降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看明了你是全地的主 以至于我们更知道 我们在地上有两个身份 我们有一个国籍 但是我们更是天国的子民 主你让全地的神的教会 全地的神国子民 神国的子民 我们都起来呼求 使我们看明你正在世界 做奇妙的大事 我们跟上你的脚步 我们回应你的心意 并且主我们举起圣洁的手 祷告呼求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临到我们个人 我们的家庭职场 我们的国家 临到这个时代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